老婆婆刁难我 处处和我比较 又处处让我为难 还想要拿我爸妈的养老钱给小叔子买房子 正当我苦恼的时候 我老公反手就和他断绝了母子关系 我的婆婆是家道中落的大家闺秀 她一言一行都端着小姐的派头 我当初刚见她的第一眼就被她惊艳到了我 第一次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能这么美丽优雅 我本来以为我遇到的是一个气质优雅的好婆婆 没想到婆婆并不如我所想的那样 她虽然看着人淡如菊 但私下却非常刻薄计较 我和成云两个刚刚结婚不久 新房还在装修 所以暂时先住在婆婆家 婆婆最开始表现得非常热情 我本以为在这样好相处的婆婆身边 待半年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我还没待一个周 婆婆却总是看不惯我 鸟鸟啊 你怎么穿得跟个夜长小姐似的呢 婆婆穿着一件大红的保守连衣裙 呵致穿着吊带短裙的我 眼里带着浓浓的嫌弃 毕竟刚刚住在一起 我不好直接和长辈针锋相对 我就回房里换了一件米白色的T恤 但婆婆看见我穿着T恤出来仍旧不满意 怎么穿得跟个土包子一样 出去别说是我儿媳妇 丢人现眼 我只好憋着一口气回到房间里 想着干脆眼不见心不烦 没想到更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 婆婆看见成云给我新买了一件裙子 是一件香奈儿的裙子 价格不菲 我看见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 这件裙子我想要很久了 但是一直舍不得买 我高兴地亲了成云好几下 成云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高兴之余总觉得有一双怨毒的眼神看着我 一转头果然是婆婆有些刻薄地盯着我 见我看过去 轻吃了一声 你这种土包子也配穿这么好的衣服 我还没说什么 成云就不满地喊了一句妈 但婆婆并没有理会 反而打开她的手机 自言自语道 香奈儿家的套装我也想要很久了 儿子就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了 听到婆婆这么说 成云略微有些头疼说道 妈 你看上哪件拍给我 我马上就给你买 哼 这还差不多 婆婆扭着她的腰回房间了 但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婆婆好像在和我争宠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仿佛在论证着我的这个想法 成云一旦给我买什么东西 婆婆就一定要一份 大大来百尼的精华 小到一份草莓 只要成云一给我买了 婆婆就一定要有一份 甚至要比我的更好 我倒是不在意这些 顶多心里有点不舒服 想着等我和成云的新房装修好了 我不和婆婆住在一起 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当初我爸妈就不赞同房子还没装修就领证 但我和成云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结婚 想着在婆婆家里过度半年是很简单的事情 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成云公司有个项目需要她出差 这一去就是半个月 很巧的是这半个月里婆婆家的保姆阿姨 而牺牲孩子要请假回家 所以家务就落到了我和婆婆身上 与其说是落在我和婆婆身上 不如说是落到我一个人身上 我做完饭和婆婆一起吃 婆婆嫌弃我煮的油腻 吃了两口就跑去点简直餐 但我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却发现婆婆在偷偷地热我煮的剩菜吃 上一次也是这样 婆婆说我的香水味道刺鼻 都是不入流的人才喷的 但我却发现她私下偷偷用我的香水 无数次的例子告诉我 婆婆不是觉得我用的东西煮的东西不好 而是纯粹地讨厌我这个儿媳妇 我想不明白我做了什么让她这么讨厌我 我到她家之后有什么东西都会送她一份 家务也都抢着干 她生病了我照顾她比照顾我妈都用心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针对我 这天我下班回家 发现婆婆在我的梳妆台前 捣过着我的结婚食用的五金 我们这边风俗就是结婚的时候 要戴着满满的金戒指 金手镯还有金项链 所以我梳妆台底下有个保险柜 里面专门放着这些东西的 不知道婆婆怎么知道我保险柜的密码 居然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 妈你在干什么 我喊了婆婆一声 婆婆生生地被我吓了一跳 叫魂啊叫 我在整理这些金事 准备把这些金手势卖掉 这些手势不是我的吗 我瞪大了双眼 妈你卖这些手势做什么 婆婆一点都不客气地把这些手势盒子装进了她的托特包包 一边装一边念叨 现在程浩都已经大四了 毕业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 你和程云两个人都有房子了 程浩还没有呢 现在海市的房子越来越贵了 我的存款不够给程浩全款买房 你这些手势就给我凑一凑 我那些手势都是足金的 还有一些品牌的手势和程云送我的钻戒 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三十万 我万万没想到这种东西婆婆居然想不问自取 可是那些都是我爸妈和程云买给我的东西 妈 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你 我难得应急了一回 毕竟这些东西就算不论价值也是我爱的人送给我的 何况我凭什么用我自己的东西给小叔子凑买房的钱 妈 如果你的钱不够给程浩全款买房 你可以就给他付个首付 何况他才大四 他以后工作了可以像程云一样自己买房子 婆婆听我的话就知道我不愿意了 他一脸刻薄的看着我 我就知道你是个自私鬼 你知道过你自己 都不知道过我们这个家 程浩有你这个嫂子是真的倒霉 为什么我维护我自己的东西就是自私自利了 但是哪怕婆婆这么说 我也不能让他拿走我的东西 我拦住要走的婆婆 妈这些东西你必须还给我 我不能给你 可能是我难得硬起了一回 婆婆看见我的样子也有点心虚 但是他还是恼怒大过于心虚的 自私鬼 真不知道程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老婆 还给你还给你 婆婆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的倒在了地上 一点也不过会不会把东西弄坏 桑文兴 他愤愤地骂了一句才离开我的房间 狠狠地把我的房间门甩上 而我看着满地的首饰 还有我妈送给我的已经在地上被婆婆摔得四分五裂的玉镯子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之前为了成云忍了那么久 但是现在我真的忍不住了 恨不得冲出去打婆婆一巴掌 我拨了成云的电话 哽咽地说道 喂 老公 我边哭边和成云讲了事情的原委 他很心疼我 要不是他因为公司的事情实在走不开 他恨不得冲回来 他给我发一条信息 还给我转了十万块 鸟鸟 你不用看在我的份上什么都纵容着我吗 我娶你回来是照顾你的 不是让你来受罪的 我妈那边我会好好说她的 成云怎么会这么好啊 我捂着嘴呜呜地哭着 这是因为成云对我这么好 我才会处处忍让着婆婆 我不想因为我让她们母子失和 成云明显是站在我这边的 等我收拾好心情打开房门的时候 就听见婆婆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的声音 她边哭边喊道 成云 你就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我拿她首饰又怎么样 她嫁进我们成家就是我们成家人 为小叔子买房子卖点首饰又怎么了 成云 你就是偏心你媳妇 什么让成浩自己买去 成浩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你当初买房子不要我的钱就算了 现在浩浩买房子你还不让我出钱 我就想对我的儿子们付出一点怎么了 婆婆一副为了儿子什么都愿意的慈母形象 但她亲不该万不该开她人之康啊 凭什么用我的首饰来给成浩买房子呢 我在外面正听着 婆婆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她红着眼眶等着我 和我儿子说我坏话是吧 现在你满意了 看见我儿子骂我你高兴了 我对婆婆的行为非常厌恶 但是看着婆婆这副红着眼眶仿佛苍老了十岁的样子 我又觉得可怜 我开口道 妈 我没有那个意思 婆婆没理我 痛得一下又把她的房间门关了起来 她在房间里大声的哀嚎着 我听着也觉得有些不忍 我又开始对婆婆动起了恻隐之心 但我还没动多久 婆婆接下来做的事情让我明白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同情她如同一个笑话 因为首饰的事情婆婆几天没和我讲话 还会故意的把我做完的菜给倒进垃圾桶里 我想着她心里不爽力 也就随她去了 这天我爸妈告诉我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反正他们现在住在城市 刚刚好可以留着拆迁的钱养老 还可以让老两口在国内旅旅游什么的 我听到这件事情非常高兴 我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生活吗 现在他们有了拆迁的钱肯定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没想到我和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婆婆听见了我们的对话 晚上婆婆出人意料地煮了一桌好吃的 看见我还和和气气地喊我过来吃饭 我一时间受宠若惊 以为婆婆是不是已经和我冰释前嫌 接下来的三四个月我们可以好好相处了 婆婆不太会做饭 她做的菜并不是很好吃 但我还是吃得很香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希望我和婆婆可以有好相处的 婆婆壮死无意地说道 鸟鸟啊 我刚刚听你打电话 说什么老家房子可以拆迁 我没有多想 立马回答道 是啊 我爸妈在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他们不是现在都住在城里吗 老家的房子反正不住人 拆迁了也挺好的 那是挺好的 婆婆笑了笑 拆迁款有多少啊 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但还是如实说道 大概一百来万吧 正好可以给我爸妈养老了 婆婆眼里闪过一丝精明的光 鸟鸟啊 你看你爸妈都有退休金了 那一百万应该也是可有可无的吧 可不可以把那一百万借给妈 妈给程浩买房子 妈一定会还你的 我没想婆婆被程云说了之后 居然还在惦记着我的钱 这次居然还打主意到我爸妈身上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为我之前还觉得婆婆可怜而感到不值得 我真是一个傻子 妈 那是我爸妈的钱 我怎么好意思啊 我真没想到婆婆居然能不要脸成这样 惦记到我爸妈养老钱上了 婆婆无所谓的说道 这有什么关系了 反正你爸妈就你一个女儿 钱不留给你留给谁啊 你就帮帮你小叔子吗 以后等程浩工作了 肯定会惦记着你这个嫂子的好的 我根本不需要程浩惦记着我好 好吗 说来说去婆婆还是想让我出房子的钱 经过了最近的这些事情 我对婆婆已经死心了 不指望她像是个正常婆婆那样对我了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留下一句话 不可能 你想动我爸妈的钱 绝对不可能 我放下碗筷起身回房间 婆婆在我身后也蹭得一下来气了 嘿 蚀鸟鸟 点一点脸你还来尽了是吧 狗娘养的 是的 婆婆虽然外表有着大家闺秀知性美丽的样子 但是嘴里骂出来的脏话一句比一句脏 我无视了她的辱骂 狠狠地把门关上 也彻底地关上了我对婆婆的尊重和爱 小叔子程浩放寒假回来了 她一回来婆婆就高兴得不行 买了很多海鲜和肉专门给她补身体 而我自从婆婆想让我用我爸妈的养老钱给小叔子买房子之后 我对他们都淡淡的 也不和他们一起吃饭 都是点了外卖拿回房间去 这天我刚刚拿了外卖 看见婆婆给小叔子使了一个眼色 小叔子立马就冲过来抢走我的外卖 然后推嗓着我 嫂子 你怎么天天吃外卖啊 那都不健康啊 快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被她抢走外卖 只好不情不愿地坐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总觉得小叔子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 小叔子虽然和成云两个人是兄弟 但是长得却并不相似 成云高大帅气 小叔子却有点张头鼠目的猥琐感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太喜欢这个小叔子 吃饭的时候小叔子一直给我夹菜 但我就巴拉了两口就准备起身走了 我生怕等等婆婆在提用我爸妈的养老钱给小叔子买房子的事情 果然我还没走的时候 婆婆又提了起来 我说鸟鸟 你就把你爸妈的拆迁款借给我们 我们又不是不还你 你要是借给了浩浩买房子 他也会记得你这个嫂子的好的 小叔子连忙点头 又给我夹了菜 是啊 嫂子 你借给我我肯定会加倍地还你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一事无成还天天啃老啃哥哥的小叔子到底哪来的自信可以加倍还给我 我有种预感只要我把钱给了他们 这钱一定要不回来了 我放下碗 也懒得和他们争辩 直接回房间里关上了门 身后还伴随着婆婆的咒骂 蚀鸟鸟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 我曾经是把婆婆当长辈尊重过 但现在不会了 最近的事情糟心地让我总是眉头紧紧地皱着 还好承云给了我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他今晚可能会回来 我总算是有了几分喜悦 我很久没见承云了 我很想他 承云说他可能要到凌晨才回来 叫我不要等他先去睡觉 但我还是忍不住等他 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 睡梦之中好像有一双大手在我腿上游移 我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声 承云 怎么一回来你就想 我微微睁开了眼睛 发现的在摸我大腿的并不是承云 而是猥琐的小叔子 他看着我的眼神仿佛是什么猎物一样 嘿嘿 嫂子你的腿真滑 小叔子看见我发现他了并不害怕 反而嘿嘿地笑着 手上摸着我的大腿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我惊恐地对他又踢又打 承浩 你疯了吗 我可是你嫂子啊 就是嫂子才有意思啊 承浩直接附身上来 嫂子 妈说了 只要我把你睡了 你害怕我告诉我哥 你一定会把钱给我买房子的 嘿嘿 嫂子 其实弟弟我就算不为了房子 也垂涎你很久了 我一直反抗 但男女的力气实在是过于悬殊 我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大声喊道 救救我 承云救救我 小叔子一边拉住我的手 一边张狂地笑道 你别喊了 我哥这会儿还在地都呢 怎么可能回来 嫂子你就从了我吧 正当我满心绝望的时候 压在我身上的力道好像突然消失不见了 随之而来是承云熟悉的声音 带着暴怒 承昊 你是不是想死 我睁开眼就看见了承云 他满脸通黑 手上青筋都抱了起来 正拉着小叔子往死里打 小叔子是个欺软怕硬的 看见他哥回来了连个癖都不敢放一个 一直拼命地求饶 哥 哥 你就放过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喝 喝了酒 哥你别打了 甚至还把婆婆供出来了 哥 你别打我了 真的好痛啊 都是妈让我这么干的 都是妈啊 但是承云明显气得不行 拳拳倒肉地疯狂打小叔子 这时候婆婆听见动静出来了 看见承云疯狂地打着小叔子 吓得滚都没有了 云云 你打你弟弟干什么啊 你都快把他打死了啊 听见婆婆的话承云还是没有停下手 婆婆实在看不下去了 冲上去替小叔子挨了一下 承云看见婆婆才停下手来 承云不会打女人 更不可能打他亲吗 承云冷冷地看了婆婆和小叔子一眼 走得还在流泪的我身边 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 鸟鸟 对不起 都怪我 我知道这怪不了承云 他也没想到他妈和他弟弟居然是这种人 承云拿了一件外套给我披上 鸟鸟 我们走 我再也不会让你来这个脏地方了 我含泪点了点头 承云把我背着离开了房间 就要到门口的时候 婆婆生死力竭地大喊了一声 云云 你真的要为这个女人连妈都不要了吗 承云没有说话 紧紧抿着嘴把我背了出去 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们的新房已经装修好了 但是刚刚装修好暂时不能住人 所以我们最近都住在新房附近的酒店里 承云很舍得为我花钱 给我订的都是最舒适的套房 他把我的所有东西都从婆婆家里拿了出来 我总算是过上了几天清静日子 不过那天承云去婆婆家里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伤 大概是又和小叔子打了一架 承云说他把小叔子的卡给停了 小叔子的生活费其实都是承云给的 承云现在压根不想认他这个弟弟 所以把一切给他的东西都给停了 甚至原本打算给小叔子申请的国外一年制说式的项目也给停了 小叔子为此还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哭得嘶声利解 求我和他哥原谅他 甚至还跑到我们住的酒店 跪在我们的房间门口求我们原谅他 我当然不可能原谅他 我觉得小叔子就是活该 本来小叔子一副无奈样子我拿他也没办法 但是承云却只是淡淡的拿出手机把他跪着哭的视频录了下来 承浩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胡闹下去 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到你们学校的论坛去 到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钱没了 学历也没了 连连也不要了 不得不说承云智他弟弟真有一套 承浩听见这句话立马屁滚尿流的走了 再也不敢来酒店骚扰我们 但是更让人生气的是婆婆 婆婆居然能做出怂恿自己小儿子去强奸大儿子老婆的事情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种行为极其恶劣 只是小叔子因此付出了代价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婆婆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怨气的 只是婆婆毕竟是承云的妈妈 承云没有表示 我也不好说些什么 顶多我和婆婆老死不相往来 这天我还在酒店里看剧 就听见房间的门铃被人敲响了 我打开门居然是气势汹汹的婆婆 她冲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驰鸟鸟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儿子居然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以往我可能会让着她 但是她这次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 我已经对她忍无可忍了 我伸手在婆婆不可置信的眼神中也打了她一巴掌 我一直尊重你 可你却次次突破我的底线 你为了房子甚至想让你小儿子强奸我 你还是人吗 我愤怒地喊着 仿佛要发泄出我所有的委屈 但是婆婆听到我的话也破防了 她比我喊得还大声 比我还委屈 你还敢说 要不是因为你 云云怎么可能离开我 凭什么你可以嫁给她当老婆 我突然涌起了一股子诡异的感觉 婆婆的话实在是不想是个妈妈 反而像是暗恋已久的人被抢了一样 我心里一惊 而这时候成云回来了 她冷冷地看了婆婆一眼 过来搂着我就想把门关起来 而婆婆见成云对她那么冷漠 更加癫狂了 成云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成云只是看了她一眼 我把你当母亲 你又把我当儿子吗 婆婆听到成云这句话 瞬间脱离般地跌坐在地上 我和成云进了房间 我忍不住说道 老公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成云究竟为什么那么说 婆婆对我是很差 甚至算计我 但是她对成云这个儿子还是没得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成云会那么说婆婆 成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 其实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什么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的亲生母亲在生我的时候难产去世了 后来我爸就找了她结婚 我从有记忆开始就以为她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她对我也不错 并没有和成浩有什么区别 我点了点头 确实婆婆并没有特别偏心小叔子 她也没想过用成云的钱给小叔子买房子 只是算计到我头上罢了 但是她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欺负我的鸟鸟 成云把我搂进怀里 是若珍宝 我也是去帮你拿行李的时候 我才听到她和成浩的对话 知道我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而且 而且婆婆在和成云相处的过程中 对这个孩子产生的不是亲情 反而是另一种畸形的感情 这种感情在公公去世之后有胜 婆婆是想跟成云在一起一辈子的 不是母子那种 而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难怪 难怪婆婆会那么敌视我 难怪她会处处算计我 原来并不是因为我抢走了她的儿子 而是因为我抢走了她爱的男人 我吃惊得不行 成云看见我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说道 鸟鸟 你该不会觉得我恶心吧 我看见成云那富狠孔的样子 我伸手抱住了她 我怎么会觉得你恶心呢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些事情你也是无法控制的 这不是你的错 这都是因为婆婆对自己养大的孩子 产生了不该有的依你和龌龊的心思 成云听见我的话 也红了眼眶 嘴里不停地念着 鸟鸟 还好 还好我有你 其实我知道这是对我来说很震撼 对成云来说那就是有点残忍了 毕竟她一直尊重爱戴的母亲居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还对她有着不伦的心思 成云趴在我的肩膀上哭了很久 像一个孩子一样 知道很久之后她才恢复她平时的模样 等我们出去的时候 婆婆居然还在门口 她像是在门口睡了一晚上似的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凌乱 满脸都是泪痕 云云 婆婆看见成云就想冲上来抱住她 妈错了 妈以后再也不针对鸟鸟了 你能不能别不要妈 我属实觉得恶心 她一口一个妈的字冲着 心里却有着那么肮脏的想法 而成云闪开躲过了她 婆婆直接跌倒在了地上 云云 婆婆哀嚎了一声 而成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嘴里吐出的话极其冰冷 我说了 我要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你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我爸留下的 是我爸妈的婚前财产 我妈的那份都是我的 我爸的那份我和你还有成号三人平分 我已经找人来看房子了 等卖出去之后我会把你们该得的钱给你的 成云做的可以说是极其果断了 云云 你非要对我这么狠吗 婆婆声嘶力竭地大喊 而成云只是搂着我 心冷地说道 本来不至于 但是谁叫你们动我的鸟鸟 动了她就要付出代价 婆婆指着我 颤抖地喊道 就为了这个小婊子 成云阴狠地瞪了她一眼 闭上你的嘴 她不是你可以说的 然后我就被成云搂着扬长而去 留下哀嚎的婆婆 但我听着婆婆的辱骂却在没有了一丝难受和难堪 反而极其平静 因为我知道有成云在 她就不会任由任何人伤害我 哪怕那个人是养育她的母亲 我看着旁边的男人 心里很暖很暖 我也看了不少这种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丈夫都不会站在妻子这边 而成云却无论何时何地都站在我这边 把我放在第一位 我知道 这个男人一定会给我幸福的 而离开了扭曲的婆婆之后 我们真正的幸福日子将要来临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